五安 欢迎大家收看《香归醉珍》 涂说明清才环的艺术与才情讲座 今天的讲座是配合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 众女尋他 南京博物院藏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展 举行的一个特别节目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南京博物院 古代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曹青女士为大家主讲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南京博物院 古代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曹青女士为大家主讲 现在有请曹青女士 大家好 感谢大家在这里与我一起分享 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女性才华的关注 1988年 美国的印第安拉伯利斯艺术馆 举办了一个具有开创意的展览 名字叫做《玉台纵览》 中国女画家1300到1912 我之所以说这个展览具有开创性 是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中国的女性 她们的生活 她们的艺术 她们的才华 她们的抗争 她们一切的一切 在展览中从来没有过专题的诠释 那这个展览的文案基础 来自于美国学者魏玛莎的研究成果 她著作的名字叫做《在阴影中绽放》 她将那些处在幽深硬币 容易被遗忘 常常被忽略的院落 却积极投身于艺术的东方女性逐一再现 所以说展览是里程碑式的 2015年我们南京博物院在特展馆 举办了温婉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大展 是对古代女性空间的首次检阅 从此国内女性相关物件类型展览 开辟了一条道路 那这个展览的文案基础 就是《相跪最真》 当然它也是七年以后 我们香港文化博物馆 重旅行它展览文案的起点 展览中第一部分刑苏女性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裁员局 第四部分笔端龙宫 所展现的书画 在《相跪最真》中 都有探究和梳理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四个部分 那我就在原来的基础上 又找了一些图片 大概一百多幅 这样子分成四个部分 想通过图说的方式 来呈现我们古代女性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她们的生活空间 生存方式 艺术创作的特点 和她们一些背后的努力的故事 那这个就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其实就是我们展览当中 刑苏女性跟那个笔端龙宫的一个总会 那关于中国的女性 传统与现代 在理论上有个时间的分界线 一般是以1919年为限 在此之前 她们统称作妇人 不能随意支配自己 没有事业 没有固定的收入 经济上不独立 人格尚无自由 很长时间内只是作为男人的辅助品 存在于人人社会之中 她们的个人生活 因为极端忧弊 变得神秘慕名 于是她们的生活 她们生活的情景 游如有丛丛为目 遮掩阻挡而不见光透 然而女性的形象 贵格的文艺 则灰阴绵绵 每当从目分过 她们的材色贵真有所泄露 种种巧异材照被记录书写 当以往那些常与相贵密为 的种种 佳作聚集 当久远被遗忘的作品一旦出现 闪珠重新篡起 我想 无论观者有怎样的选择 或者有多么挑剔的眼光和批判力度 古代女士艺术奋献 总是能够给予社会文化现象 一些积极的思考 那下面我就想讲一下这个 古代女性理想与现实的一个状况 到了明代的吕坑 她写了一本像类似于我们现在的 女子守则的这么一本书 叫做《贵范》 她把历代关于女教的 先哲们的那些家言都汇变成册子 她在这个《贵范》当中 这个讲其实很枯燥 为什么要讲呢 讲了以后可能我们会对后面我们要看的图 我们看看那些古画会有比较更深一点的了解 那么《贵范》当中说 女子守身如意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女子守身如慈欲智 如捧迎心 心不欲为耳目所辨 即不欲为中外所愧 就是她不能给外面的人是看到的 然后可以玩尖白之节 成清节之身 女子敏捷在一身 稍有微暇 万善不能相依 就是女孩子一定要非常的保持她理想当中的美好 这些大道理呢 民意上仍然是女性理想的道德标准 然而事实上 这个时候各种身份的知识女性脉出相隔 这个时候其实是晚明清初她各种分气在变化 各种的生活经历成就了明末清初 女性文化迷人艳丽的风景 正的诗文汉墨 她们的文艺终迹及书画能力 每每被保存极禄 这便是最好的呈现 古代女性文化艺术的画卷 由此如风和日丽 桃红柳丽般以你展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好女人的标签 就是《德言龙宫》 这幅画是我们这次展览里面 应该是第一部分的一张比较重要的画面 我把它叫做《庭院深深》 表现了身居庭院内的 室女闲雅的生活片段 她们或者在平栏观望 或者是助理或者在读书 或者在西系 举止非常地闲雅 动静协和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 称作《视觉化的魅影》 画面笔记求见 神采欲活 《视为古代女子》 一个生活的写照 我们看啊 这幅画其实有圆景 圆景是雾崴飘荡在那个花束 和那个粉桃柳绿 在粉桃柳绿之间 应该能看清啊 其实这张画的尺幅不是很大 我们在这儿看已经放大了 还有那个燕子灵池在翻飞 还有仙鹤在畅养 我今天刚刚展厅过来仔细看了一下 还有一条梅花鹿在那边 当然我们那个焦点是这个 显得比较慵懒的这个妇女 坐在靠在那个椅子上 她可能在读书的片刻在遐想 那其实这些 比如说包括这个玉兰花的那个盛开 这个松柏的那个如散盖一样 这些都是诗性的一个激发点 所以说古代女性她做那么多的诗文 然后画那么多的画 我们有几个知道呢 我们在中国美术史上 可能学美术史的人 可能比较了解 但是一般的可能一般普通的观众 是不了解有哪些女画家 哪些诗人在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最好的展示 我们看这幅画是明代画家画的 已经我们已经不知道她 因为没有画家的落款 所以不知道她是谁 但是画面画得非常棒 是一个公笔仲彩的一个作品 她这些妇人的脸部开线用了三白法 什么叫三白法 就是额头 鼻尖跟下巴和这边 全是用厚粉一层一层运览出来 所以我们叫三白法 突出了女性的一种滋笼 这张画其实我想叫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在调教鹦鹉的这个妇人 她一面跑过来 应该是一位男童穿着红衣服的 一进一动 非常的协和 这个是我们第二幅画 这个是应该在展览当中第四部分 阳镜画的一幅叫《豪家娱乐图》 那我把它叫做《豪家内外》 《豪家内外》 我们看这幅画前面 好多她表现的都是女性 女性带着孩子 尤其是这个 在楼阁上面 在做粉论 做女工 但是她在做女工的同时 还是带着一个孩子 在那 那个孩子非常幼小 她应该是在看下面 几个比较大的孩子在玩 那所以我们说 中国古代所表述的历史 很少会去关注女人如何长中贵 怎样的内祖良伴 她们的才艺禀赋如何 但是却十分重视母教 《豪家》的观念就是 母教是天下太平之源 女主内 男主外 是天经地义的传统 所以说这张画的最后 最后一部分下面 你看这个 显然是这个男主人 他出行 他出行的队伍里面 有年轻的男孩 但是没有一个是女卷 所以这个就是 当时一个豪蒙的 内外的一个景象吧 这个画就画了前景式的 一个写生的画卷 非常长 大概有十二米多 非常震撼场面 就是能让我们了解一下 古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现在说一下 古代女性的阶层 因为我不是社会学家 大概有四个方面吧 第一个就是奴隶和劳动女性 那是最底层的 然后往上就是农民和商人之虚女 学者和官员之虚女 最后就是贵族和统治者之虚女 那我们看的上面 上面看的两幅画 应该就是都是贵族和 应该是贵族吧 贵族的 或者四女的这些生活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她们的生活空间 在古代社会啊 每个阶层的女性的责论和特权是不同的 女性对男性的成熟 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成熟 在上流社会小到家庭以内有才干 并且十字的母亲通常是儿女的教育者 祖父们拥有对家庭失误的干预权 所以说这个你看所有的那个画面 都是祖父在带着孩子 这幅画应该是来了 我刚刚展转的时候没有 还没注意到她 这是我把它叫做《耕独传家》 清代有个戏曲家叫做蒋世权 他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勤劳贤惠的一生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明基叶克图记》 这个文章肯定是写得非常生动 到了晚清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沙父》 沙父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画家 他就创作了这一幅叫做古代理想的《耕独传家酒》 《诗书记事长》这样一幅画面 描绘了《母子子孝》的这么一个秋叶的一个场景 我们看这个画面的中间部分就是蒋世权的那个母亲宗室 母亲的后面是一位年轻的妇人 是蒋世权的媳妇 那这个在读书的那肯定就是蒋世权本人 那画面的这个左面部分是她们的仆人 阿童 阿昭两个 画面非常棒 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这幅画的时候 就想这是展览第一次部分 彼端龙宫一个典型的一个画面 非常棒 画得也非常清雅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还是彼端龙宫的部分 叫做《贵宗礼佛》 这是一个非常一个私密的一个女性的一个空间 这个应该是有点上了年纪的一个妇人 你看她是有一个四级的平分挡着 然后她的书案上面 正面就是一个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在那个书根里面 非常纠结的那个书根 这个隐喻什么 隐喻就是在当时非常严苛的那种环境当中 一般在古代女性 她到了中年以后都会礼佛 一方面是一种自己精神方面的一种抚慰 一种寄托 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家人 喜受那福 其实是一种双重的一种寄托在里面 那这个画家是我们待会应该展览 这次展览还有她的一幅作品过来的 这幅是画得非常棒 她把所有的那个女性的这些文具 我们仔细看画得非常细腻 或者说非常的写实 润鑫这个 她其实她能这样画是因为她又是个圆灵设计师 她不仅是个画家 这个画面非常的通俗平易 清秀雅结 再现了清代 有着私礼 传喜家庭中 私女 一个家内生活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个场景感又非常强 又非常的写声 就像一个古代的一个妇人 她坐在那儿 可以跟你聊天一样 非常棒这张画 我们当时看了就 一定要放到那个第四部分里面 彼端龙宫里面 接下来这幅 这个应该是在第一部分 《形塑女性》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画面 因为纺织是古代妇女重要的一项工作 这幅画是画的古代大家女一直进行家内劳作的一个图景 图中呈现了纺线 绕线 陶宗等许多纺织技巧 因为我不太了解古代纺织的工序 据说有70多种各种各样的技巧在里面 非常地繁复 它是从烙线等等这些前期的工作 到了纺织之前完成织布的这么一个情景 器械画得非常完整 它这个结构 人物是用工笔仲裁的方式画的 机器是用工笔的蛋彩画的 就用水墨运览一下 用颜色轻轻地这么造一层 这种方法 所以说她这个 而且妇人的她的那个衣纹 画得非常地劲道 都有花纹 然后这上面一共是画了大概 一共16位 我数了一下 16位族仆以及两位那个幼稚 这边一个 你看 又是母亲带着孩子 这边也许是奶妈 但是她的是妇人在带小孩 这边我们可以注意到 右面有一个非常幼年的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说她女孩子呢 因为她那个头发还不能扎起来 一般女孩子到15岁 急急的年龄 她能把头发挽起来 她这个时候还处于幼年阶段 她虽然是处于幼年阶段 但是女性的这些劳动 她已经从小就在开始学习 在观摩了 所以说这张画 从画家的角度看 是非常地写实的一个画面 那对我们观众来看 非常地真实 我们就像看到电影里面 这些女孩子们或者祖父们在忙碌着 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刚才一个比较放大一点的一个截图 这两位是祖父 所以说在中国古代 这个君子 君子是需要避开起立的劳作的 但是上层的妇女 却以奴婢跟店户一样 她们同样需要从事劳动和工作 这样才能符合传统的妇道 就是所谓刚刚《贵范》里面提到的女子的士德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画面 她手上拿着一把金简子 这具体是纺织里面的一个 可能有人说是她在陶宗 陶宗是织布里面一道程序 拿着金简子再剪 剪某个可能瑕疵把它剪掉 你看右面 我们当时在七年前温婉展览的时候 这个展品是展出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仿错落线用的一个机器 平常百姓家当时都有这个器械 这边一块叫做黄道婆是足踏纺织 黄道婆我们在历史书上都看到 她是宋末原初的一个纺织专家 她在海南岛 她小时候非常苦 她被不知道怎么到海南岛去 她学到了当时的棉纺织的那个技巧 又带回来 带到我们这边南方 她是松江人 就是现在的上海人 她把这些纺织的技术从她开始就 所以松江有一辈天下的这么一个美称 就从黄道婆开始的 黄道婆所以说也是我们女性当中 非常杰出的一个人物 这幅画也应该是 这幅展览当中应该有的叫 《济仙采商》 这个济仙采商 济仙是谁 我估计大概一般都不知道 济仙是谁呀 济仙是那个吴昌硕 吴昌硕大家都知道 吴昌硕的夫人 吴昌硕的夫人叫思九 他的字是济仙 吴昌硕在年轻时候还是比较贫穷的 他刚刚做官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经济能力去把他这个心爱的妻子接到身边 他在外面打拼了十年以后 才把这个济仙姑娘 他的家眷接到身边一起共同生活 是这样子 所以这幅画其实是三个人的合作 润鱼大家也知道是海上画派的任波年著名的一个画家 任波年补的井 隐元是当时画得非常棒的一个人物画家 专门画肖像的 他把季仙夫人的脸部画得非常细腻 他用那个当时叫正经的那个画人物肖像的一种方法画 非常写实 然后呢 衣服跟这些农具啊什么就画得比较写意 画面也是非常的那个 给人看是非常舒服的 是文论画法 这个我把他打印出来的就是吴昌硕的一个提拔 极尽赞美 就对他这个夫人 他这是五十岁 可能做寿时候送给他的一个礼物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 是比较惊喜的一个事情 就给他提了一首诗给他 送给他夫人 最后说 季仙夫人正题 归是三月 敬勤 敬勤就是吴昌硕的字 这是一幅非常好的画面 非常 就是比较暖心的一个 说专门吴昌硕 说人情味很重 不是一般普通的那个 他当然是一流的传客家 一流的画家 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 比较爱夫人的这么一个好男人 这个是 我没想想到这幅画 你们做得非常的用心 在虚听里面都是素质化了 所有的人物都可以动起来 好精彩 就是原来这么大的人 好大 好漂亮 这些虚听 这个叫《古代四女行乐图》 我们当时在展览里面 不分类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导影的画卷 导影画卷 它这个画面上面 我当时数了一下 大概有二十多个活动 那女性的所有的室内外活动 都包括在里面 像百科图书一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画面 那比较重要的几个 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荡鞦韆 荡鞦 荡鞦韆 荡鞦其实我们现在也有 这个发明荡鞦韆的 其实不是我们汉人 是北方的少数民族 在春秋时候就产进来 因为推广比较容易 所以到了几千年以后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小区里面 我们内地小区里面都有这种器械 还有特别好玩的就是女子踢球 就是除菊 除菊其实是当时一门比较激烈的运动 在男子是他本来作为一种军师的训练 因为他对抗强 然后到了唐代普及了 所有的老百姓都爱这项运动 连女孩子也开始参与了 所以说女子足球队 我说女子足球队在唐代就有了 现在正好世界被大热 这个我觉得观众可以认真看一下 他们怎么踢球的 其实他们当时踢球不像我们现在这样 女孩子踢踢球不会这么对抗这么强 他们就是像杂技一样 可以把它踢出花样来 各种各样的花式的那个动作 这样子 那这个画面里面 还有一个特别那个的 就是这个叫头壶 头壶呢 其实也是先是在贵族的斯大夫当中流行开来 然后女孩子也参与了 头不尽的就要罚酒的 你看边上全是菜肴 酒瓶 酒杯这样子 头了好多 这个头壶其实我估计到宋代 宋代还有 因为我们南京博物院有一个青铜的头壶 这个壶在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体育文物展的时候 这件文物还展出过 所以它这个 其实这个画卷是非常非常写实的一个画卷 它古代女子的所有活动啊 就是史外的活动 主要是史外的活动 其实它跟节气是 其实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个画面 所以它其实是把所有的人物啊 建筑啊 山川 树木都是穿插在一起这么表现 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高台 高台上面这些女孩子在干嘛呢 我们叫豆白草 豆白草可能现在小孩子不玩了 可能在民国啊什么的那个时候 还有还有玩这些 如果不了解 再不了解的话就是 我们看过《红楼梦》吧 《红楼梦》62回里面 详细写了女孩子怎么豆白草 有 你们看啊 这个上面其实它好多有那个 就是草这样勾着 然后禅经啊什么都画出来了 非常非常写实 这幅画非常那个 非常有意思 还有女孩子钓鱼这个里面 可以让观众去找 好多活动 不光是情急速画 情急速画是最普及的了 好多活动在里面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画面很长 大概达到了15米 因为这幅画其实 你说要在美术史上 它其实贡献不大 因为它的主要的表现就是表现的女子的活动 所以说我们把这幅画卷就放在了导影的部分 可以让观众看了以后知道 古代的女孩子其实她们什么都做 没有什么 没有她们不能做的 其实是 我们看啊 这个到了 还是到了那个 形塑女性第一部分 形塑女性 因为在明代的时候 明代的时候 人画已经薄心了 人画薄心 然后好多文人默刻都会去书写 书写她们心目当中理想的女性 去描绘她们心目当中的美女 那这幅画是我们这次来的比较重要的一件文物 是明世家唐银画的一幅画 它叫做《李端端落吉土》 其实是她写了唐代一个扬州一个名记 跟诗人之间的一个恩怨的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场面应该是画的端端在为自己辩恶 因为这个诗人叫崔牙 她就是有点写手诗 就是许孽这个名记说她长得不好看 难看 什么鼻子像烟囱 皮肤像黑炭这样 其实人家不是的 人家姑娘非常地美 手里面拿着一朵白牡丹 应该是在画一个变屋的这么一个场面 那我们看这个第二幅 这个是没有来的 当然这也是我们《南京不愿》的产品 在《温婉》展览里面我们展出过 这是一个劳动者的妇女叫导衣图 就是古代的那个布皮做出来以后 是不能直接粉嫩的 她需要经过一道工序就是导衣 导衣就是用那个木棒在那个石板上 要敲个大概几千次 这么重复枯燥的一个工作 那上面这个诗句其实是李白写的 所有的这些枯燥的这些动作 还是归根到底还是有深情在里面 这是明世家一个天才的画家画的 几乎用白描的方法 非常非常地简洁 但是画得非常地感人 也是一个形塑女性里面 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作品 那我刚刚讲的美女图 或者说画女性肖像 其实是历代都有 从汉代就开始了 这是元代一个画家画的这么一个作品 我们知道元代是 山水画大兴的这么一个年代 它也有人去画 画他们理想当中美好女人的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是画的那个洛神 所以他把洛神那个偏洛惊鸿 网络游龙这个神态全部表达出来了 这张画也是用了一个白描的方法 那我们看 美人画在元代其实是没有的 是到了谁在美术史上 有了美人画这么一个分支呢 就是唐颖 从唐伯虎开始 这个号称江南第一分流材质的唐伯虎 他开创了中国美术史上这么一个分支 叫做美人图 我们南京不运运还有一件藏品 因为这次受那个展品建树的限制 就只能来一件 它有两件 另外一件是画的那个神女的吹销 那个神女其实也不是神女 它是画的秦木工的女儿 就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个公主 画的那个吹销 那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美人图 一个美人肖像 这幅画也是在《形塑女性》里面的 这幅画正好是那个时代 《晚明清初》这个时代 他是《晚明清初》一个著名的画家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高古其汉 好多当时一流的文人都写过 他的那个 关于他的人品或者他的散文 都有比如说那个藏代 比如说那个周亮公 他们那个陶安门 一个那个读画录里面都有他的描述 因为今天我们是主要讲古代知识女性 我们就不铺开他了 因为他这个画面 其实就是画了一个 才情比较匹配的这么一个家内生活 就是他们理想的一种文人生活吧 因为《晚明清初》那个时候 可能好多那个文人啊 好多那个斯大夫阶层啊 他们政治上比较失忆嘛 就回到家庭 回到家庭 他们就开始做 作诗啊 然后绘画 这样一种文化娱乐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情景图 所以他陈红色的话 我再多说几句吧 因为画得太棒了 其实你看他的画很夸张 好像是像漫画一样 其实不是漫画是比较简单 比较直接的 而陈红色的话 它有高度的概括性 但是它的背后好像有非常复杂的 深邃的那么含义在里面 这个画是需要慢慢去品的 就是这个显然是个主人 他的画案比较大 但是他正经为作 他可能在绞尽脑子在想这个诗句 诗句怎么来 因为这个诗句的来源 就是他影眉图嘛 他要写一首诗 关于梅花的诗 他们的仆人把梅花评供进来了 而这个女主人呢 她的书案比较小 她可能她的那个形象比较地随意 依靠在那 比较轻松 她可能她的事已经做出来了 她已经想好了 在副稿已经打完了这样子 这个画面非常的具有理想意义 又有画家的那种艺术个性在里面 那这幅画是到了清代 清代也是海上画派的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给吴昌说夫人画画的那个论鱼的足书 一个海上四刃嘛 是她的足书 叫《论雄》 它是海上四刃里面年龄最大的一个 她呢 这幅画其实就是仿的 陈鸿寿的作品 因为它的提拔上面显示出来 在一个书楼里面 叫毕山楼里面 仿了这个陈鸿寿的作品 老年嘛 老年就是陈鸿寿 就是画了一个仙女的这么一个形象 古代这些我们看到法式 我们形塑女性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是女士日常部分 就是她们的日用品这些 所以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关注的是 这个女孩子的法式是 我们叫做牡丹头 然后她的这些发擦 然后这些手势 都戴的方位都可以看一下 其实是画的 她虽然画的比较概括 但是画得非常地到位 包括她的那个批薄 她前面的那个前端的披荆 都画得非常地细腻 刻画也非常精致 就是铁画银沟 而且颜色非常地雅致 这样 这张画也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 一个形塑女性部分的一张著名的作品 《美人图》 这个就到了真正的《美人图字》了 这是清代画家 费丹旭画的一个四季的一个调品 根据春夏秋冬的补锦来画的 分别是画的宋人的词意 第一幅应该是江奎的 都是婉约派的词人的作品 江奎的词意 第二幅是李清照的 第三幅是陈允裕的 第四幅是张岩的 这么四幅图片 这个画面给人家感觉是有一种很淡 很淡 所以我想到就是张岱在写陈兰兽的时候 有这么八个字 是有一个 他说是女郎 到他们那个在西湖上面 当时在喝酒 有个女郎到他们船上来 当时张岱描述这个女郎的样子就是 清丸淡落 婉宜可人 我觉得张岱这八个字 形容非丹旭的这四位美女 是非常贴切的 我讲的是秦迷小秦 因为我们这次来了小秦的一个相册 那为什么说秦迷小秦啊 我慢慢说吧 因为这个如果小秦要讲的话 可能要讲一个上 都讲不过 关于他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清初以来 清后有大概十多位作家 对小秦这个原始的材料 精心过再创作 小说也好 戏剧也好 好多 写他好多的东西 然后呢 画坛上面 收藏家也有小秦画这么一个收藏 所以说各大博物馆都有小秦像 随着那个晚民财女文化的薄心 以及明末清出许多作者 所作《小秦传》的乐视呢 焚小秦成为当时文人默刻心中 红颜薄命的女才子的典型 与大众安俗的青春知己的这么一个形象 我现在只能用那个关键词来说了 要说说起来因为太多了 它是《红楼梦》里面林黛玉的原型 小秦这个人 他为什么就是十八岁就去世 十六岁嫁给了这个焚公子 十八岁两年以后他就去世 为什么他琴弥牡丹琴 牡丹琴是大家都知道 是当时的一部名作 好多贵秀都争相传阅 小秦也是 然后我们可以去 要了解小秦的身世 可以去翻一下 张代 他有《西湖梦寻》里面 专门写到一个小秦佛社 是怎么他从小 小秦怎么进这个坟家 后来怎么去世的这样子 其实他等于就是自杀一样 你们想想林黛玉就这个样子 就差不多就这种样子 他被焚公子他有正妻吗 他的正妻不容这个小秦 然后其实是把他囚禁在西湖 孤山上面一个小的佛社里面 只有一个尼姑伺候他 所以说他整天就没有人说话 他只能对着自己的影子说话 对着池塘里面他美丽的影子 说说话隐隐私这样 吃不下东西 他想要跟焚公子见面 没有办法 不给他见面 坚决不给 所以说两年以后 他年轻的生命就走了 每当我想到这个 我心里面就很难受 后面这个讲的其实就是 晚明清说一个著名的一个 知识女性吧 我们现在只能讲知识女性 她去到小青的那个坟上去验见过 验见过她 然后她就是柳卢氏 而且她还看到了 焚小青的丈夫 焚云将 那时候的焚云将已经八多岁了 所以非常的 听听了非常的嘻嘻 小青姓焚 那么根据陈宇确先生的考证 小青的丈夫就是焚云将 她是汪来明 汪来明就是当年在西湖上面 她是一个灰州的商人 豪富 家里面豪富 她资助好多好多的知识女性 她等于说是一个经主 是一个赞助商 一个著名的赞助商 那焚云将的父亲呢 叫做焚济区 她也是钱千亿的朋友 那么按照李基的那个 就是鲁家的那种道德规范呢 那一位同性的妾是犯忌的 所以说 钱千亿为了这位香蕉五神员的朋友 不至于太难堪 所以她就极力地去隐蔽了 隐晦了这么一个事实 所以这个是陈一切先生的考证呢 又被那个 这位专门研究语讯的这个高烟 引用过的 我也去看了一下 因为陈一切先生写了那个嘛 写了八十卷的 八十一万字的那个 柳螺寺的那个别传上面 讲到过这么一条资料 我也去查证过了 确实是如此 那我们进入正题啊 就是看到这次来的 这个展览当中的小青像 这个小青像呢 是我们南京部院藏的 我觉得它是所有小青像里面 画的最好的一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她的脸部啊 没有那样沉沉轰懒 画得很僵 就像画那个吴昌硕夫人那样 她不是的 她画得非常简单 但是她把她的眼睛呢 刻画得非常的真实 为什么说真实 她虽然在笑 你看她是在笑吧 但是笑里面又很悲那种样子 叫做笑而含冤的双眸 所以说这个画家厉害 就厉害在这儿 她把她的神采 把小青的神采画活了 那把小青这个兽影自灵春水照 清虚怜我我怜青 这个隐恋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描绘得非常的细致 将这位行销鼓励的美丽女孩 情迷的特点 对你的非常的非常的动人 所以说她那个 有个明代的著名学者 写到那个真经能够写像 写得非常好 说她写照如景取吟 妙得神情 其父安论 点睛生动 我们把这几个评语 这一段评语 如果给这位胡俊森 就是我们南博的 这张小青像的画家的话 是非常贴切的 这个画像的翻开来 它是折叶的 翻开来 密密麻麻 提满了小青的生死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这一段文字 基本上就了解了小青是怎样的一个 在古代那个比较严苛的社会环境下 其实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 教人很难受的这么一个牺牲品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部分 第二部分呢 其实就是展览当中 裁员极易 就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靠这些知识女性 她们自己的作品来呈现她们的智慧 她们的才华 这个就快一点讲 明末清初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时期 明家境到崇祯这一百余年里面 出现了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这时期社会于各个方面新鲜的变化 对于文化思想和艺术创作 租领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现在到了晚明清初这个时期 人文主义的思潮 对当时艺术创作影响非常的深远 才情 刚刚讲的小青 她是有才情的女孩子 这么小 她十岁的时候就会写诗 所以说她才情二子已经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 当时的文人是觉得女孩子一定要有才情 才会有韵文 如果女孩子没有才情的话 那就是静女 那就是个木偶 所以说当时这个 以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到了这个时候她思想各方面 社会风气 对女性的期待已经有所改变了 那么才情儿子已经作为最高的审美规范 从而取代了正统的道德观 牡丹亭刚刚讲的小青就是名义这个牡丹亭的一个才女 牡丹亭语句在贵格当中分泌盛行 同时人们对传统妇女观的那个纠正转变 以及对女子之才与情推崇 这种种种观念 集中在一本徐正写的女才子书中 这个女才子书中有 她写了十二位才女 都是她认为最美最有才的女性 其中就有小青 就有小青传 这个女才子书成熟以来得到反复的翻课 就不断地在出版这个书 广泛地流传 那么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原因这个时期 江南才女文化繁荣的这么一个社会背景 女士是什么 女士就是女友是行 是 就是那个文士的是 就是等于说是有男子般的才华 那是不得了的在当时 那女丈夫 就那个时候出现女丈夫这个词 女丈夫就是为女友男才 就是这个女孩子很煞 就是现在的说话很煞 她很像那个 像柳鲁士就是人家喊她柳鲁士 就直接像个男士一样的 对她一种非常地尊敬 所以这些新的重新定名 还有一个叫女史的 这些对于女子的重新的定名呢 就有别于传统的那种淑女啊 淑女啊这种形象了 就像费丹绪画的这个四个 那个就是传统的那种淑女 就那种形象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晚明清初这个时候她就改变了 我们讲到文化繁荣 晚明清初文化繁荣就是这个江南 其实江南它跟我们现在的江南不是 在地域上面最最起码是不一样的 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说了 反正要了解的都在这个文字里面 非常非常清楚 那其实当时这些我们看这八个字 其实就是谨守明镜 雅丸玄规 他们在那个社会实践中 她还是非常遵从三从四德啊什么 但是她在玩艺术的时候她就非常的可以 我可以跳出这个圈子了 我玩得比较嗨了 就这样子了 那这个时候这一段必须要说的 这是当时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的景象 这个时候武林 武林就是杭州 杭州分属凡舍 直春河景明 化禅秀墓 骄影葫芦 真色名当翠语 朱吉禅谷 一厢跨旋 这些都是那种穿着非常华丽的这些女士 可以在杭州各个街头在那边玩 但是有这么一批人 财俱贤 独样小婷 携焚幽令 权因于林亚卿 固体记住大家 恋情追击 受管分界 就是这些是知识女性 跟上面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让林州游女望见 则俯首徘徊 自愧不及 这个就是毛绘的处于城市中心的女性生活的 一幅生动的画面 说的是清初中国史上 第一个有名可考的女子诗色 郊元诗色的核心成员 这里面五位侍女都是能诗善慧 她们可能跟偏中文一些 所以她们的绘画一般都没有流传 但是她们的诗文都有流传 当时都有看课 非常有名的 而且她们的家庭 以前是女子不要有才 要隐藏 到了这个时候 家庭也以她们为荣 我们家里面出了这么一个才女 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下面要讲到 如果要讲到名剧文化的话 我们就要讲讲到秦淮河了 秦淮河这一段红的字 其实就点名了 这个是当时闽南的一个才子 叫于淮 他其实一直住在秦淮河 他对这个地方的那种名剧的文化也好 风情也好 他非常地熟悉 写了一本书 叫《板桥杂记》 基本上当时明剧内出类拔萃的文化 他都有描写 这个就是他写的 《旧院》与《共院》 《共院》就是当时那些举止考试的地方 《旧院》就是那些 比如说我们这都是有话来的 那个薛叔叔 然后马香兰 马守征这些 明剧们住的地方 正好紧隔了一条河 正好相对 他们正好可以在这边才子佳人 这真的是非常地理位置 也是非常地合适 那我们就接着进入了 那我们说女侠明珠 这个女侠明珠不是我说的 是陈宇静先生讲的 所有的 我们讲的情怀八宴里面 就是冥记里面的顶尖尖的人物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民族气节 他们在对待国家新王这件事上 绝对是最有骨气的一股力量 这个其实就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名证吧 这件文物这次应该来了吧 这本诗策是明版的非常棒 是我们南部的产品 它是情怀四美人诗 上面第一个就是马守征 就是在裁员集里面 马守征的画这次也来了 画得非常地棒 后面我们还会介绍到的 四个铭记的那个诗作 他们其实也都会画 但是偏重文采 偏重文采一点 所以画就流传得少 这一幅是非常著名的作品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展览里面的 但是它很重要 所以我这边说一下吧 这是内地无锡市博物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 一级品吧应该是 老早就定级了 那么它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就在万历四年 大概1576年春暖花开的某一天 明基马守征应邀 它是应邀 它不是自己去的 它是应邀 邀西湖秦淮两地裁员 林雪 吴坚坚 王冰鲁等前往江南一处 叫做竹西的庭院中奇聚唱饮 欢歌雅集 久幸正憨的时候呢 这家主人就将他们引到画房里面 所谓画房就是在河上面 河上面的一个船非常漂亮的 里面可以作画 所有的绘画用具 品画 喝茶都可以在里面 就叫画房 那引到画房里面 马守征就知道了 那为了答谢咯 我们就一起联手就画了这么一个长卷 看这个 你们应该看到就是 他们四个人的一个合作 那在这个左方 左方就是当时一个 应该说是文艺明星吧 叫王志敦 他是明代一个重要的文人 他就提了 就是为了这次雅集 他也许没去 但是他看到他们的合作以后 他就非常高兴地提了这么一首词 来表达他的欢喜 那其实王志敦也是正式在 在跟他们这些铭记的交往当中 他完成了一部比较重要的处作 叫做《吴俊丹青志》 是他首先把女性 就是单独地列出来 在以往是从来没有的 那么从他之后就开始 那事件 每个事件总共要有个深发点 就从王志敦开始慢慢地 就好多的文士开始去书写这些 就是有才华的女性 那么江南地区也集中了这些书写者 和被书写者 我们接下去慢慢看 有好多他们的作品 这就是马首珍的作品 他好香兰 这是苏博的一个产品 这是我们这次来的 马首珍的一个作品 上面有著名的文士 应该也是士大夫阶层的 叫王文志的一个提拔 这两幅都应该是北京故宫的产品 非常精 马首珍在当时就画得少 然后需要的人又多 他的作品其实纯色量非常非常地少的 就几家博物馆有 非常地珍贵 那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林雪 画了一张非常精彩的一幅观音像 林雪就是跟那个汪南明 就是交易非常地好 他是福建的一个名记当时 他比较早了 他可能比马首珍 比马首珍还要少为年龄大一点 他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又回到了 可能回到了他的老家 画得非常地棒 这幅画我是刚刚从同仁那里拿到 是南同博物院的一个产品 我们可以欣赏一下当时他们有 怎么样的一个绘画高度 可能因为林雪的这个画也是非常地少 只有我们馆里面没有 只有首博有一张 他的画估计只有城市 现在只有两三张 画得非常棒 他跟董其昌关系非常地好 董其昌对他的那种才情 是那种绝对的 他不会练习他的那个词汇去赞美他 这是《情怀八业》里面 就是品位最高的一个 这次可能没有来这幅作品 他叫《顾梅》 一般名记画家都会画兰花 下面其实是一位女画家画的她的肖像 这张我们南部的作品呢 是临摹了我们这个女画家的这个作品 其实是这样 所以女画家到了清代 其实已经非常地厉害了 以前怎么想象男画家去临摹女画家的作品呢 这不大可能的 这个就是顾梅画的那个 画的兰花 他们说顾梅长得非常地漂亮 他的兰花画得像马首珍 但是知龙甚至 就是说他长得比马首珍漂亮 这个就是于怀写的《板桥杂集》里面 写到他的这么一段 这个也是《情怀八业》里面一个 反复被文伦默克描写的这么一位 叫《寇白门》 他其实后来好像做了女道士了 因为为什么要做女道士 就是明末君出那个朝代更替 他不愿在清代有什么那个更人啊 或者怎么样嫁到人家家里 他不愿意 他就到空门里面去了 就这样 他其实当时在明末的时候 结交了很多的那个明流 明流而且也以能够跟他结交 能到他那个庭院当中去 作为一种那个农浴 他也会画画 也会歌舞 而且非常能喝酒 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 这张画是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幅画 是董小婉的肖像 已经是模本的模本 是《美人图》里面 也是一个重要的题材 那我们看到 右面这幅画就是董小婉的作品 是他十五岁时候做的一个蝴蝶图 董小婉跟茂皮江 茂公子的那个 《残眠匪彻》的爱情故事 其实在现代传媒里面 已经被演绎得非常多了 大家看影视作品 有很多很多这样子 其实我们还原到他们以前 其实会感觉比较真实一点吧 现在的影视剧 演绎的好多是演绎的有点过的 我再讲一下 这张画我还担心 我还担心 因为刚刚被苏州博物馆借去 他们做了一个展览叫《美人性董》 就是主打的这个 他们写了历史上五位 五位性董的女性 也是做了一个 女性相关物件类型的这么一个展览 这张是主打的做了他们的海报 海报的极图非常棒 这个就是董小婉的那个 茂公子 茂皮江 当然不是茂皮江的话 是茂皮江的两个市集 就是说董小婉因为去世很早 去世以后呢 她又娶了这么两位 一个叫金月 一个叫蔡涵 我们来的是那个金月的作品 这是金月 这也是金月的作品 蔡涵的作品我们院里没有 其他博物馆有很多 那这个就是茂皮江的一个茂香 它叫茂香的一个题字 她其实对于这个 两位市集的绘画非常的满意 她一般出去运筹啊什么 都会教他们做画 非常棒 这个是卷本的 我估计观众们对于绘画的材质 没有太多的那个 不会去了解这么深吧 纸本跟卷本其实 对于占月人员来讲 其实还是区别蛮大的 那接下来需要讲的是 就是女性的这些艺术创作的一些特点 她们是一种植书性灵的方式 不像男性的那种画法 那这个就一句话吧 她们就男性主流艺术史以外的别样分情 我们快一点讲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古代女性较少地受到 人为的那种学术传统的心涛啊 因为她们不在权力世界 她们好多绘画是自娱自乐的 所以说她其实排斥于男性的公众领域和政治奋斗之外 其实是对艺术创作是一件性事 这个我就是选了我们这次来展览的 我没想到这张画没有过来 这次来的这些展览里面的这些女性的形象 这些是也可能是她们的特性 也可能是她一个人有几个这样的特性 这样子 接下来这张作品很重要 为什么说它重要呢 因为文贞民大家都知道 五门画派的文贞民那太了不起了 文贞民的妈妈是谁 你们知道吗 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就是文贞民妈妈画的 画的一幅双钩的一个竹子 这个是应该 它原来是我们南博的藏品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就流出去了 因为觉得不好 也可能当时因为女性研究没有那么深入 这个画就被当作一个剃除品 被剃除掉了 可能是这样 但是后来被一个可能有眼光的人又收到了 这样 她的这个作品被记录在 范景宗先生的那本《中华主印》里面 写的非常地深情的一本书 那么这个我把它打出来这一段子就是 就是文贞民妈妈提的这么一首诗 而且它有落款 文贞民的妈妈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她叫齐首端 齐首端其实她当时画 当然我们知道文贞民的老师是沈州 也像朋友 但也是老师 沈州曾经夸过她母亲的话 说肯定是很高调的一种夸赞 说她像管夫人 管夫人就是赵门府的妻子管道生 管道生是历代裁员的一个标杆 她是画得又好 人品又好 就这样 一般文人比赋的话 都以管夫人为一个标尺 这个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文物 为什么说呢 因为我们知道黄道洲大家都知道 著名的明末的一个书法家 明末清初的一个书法家 这是她的夫人的作品 我们南京博物院没有她的作品 她的绘画跟书法可能程式量也不多 但是她的创作的面貌 跟黄道洲几乎很像 几乎有的时候人家不仔细看的话 如果不看印章 不看什么 都以为是黄道洲的作品 但是我要说的是 我们虽然没有蔡宇清的作品 我们有她的那个宴台 这是她当时用过的一方宴台 非常地简朴 没想到黄道洲夫人的用具 还是蛮那个的 真的是很一般般的一方宴台 但是确实是非常可靠的一个 是考古品出来的 非常非常棒 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就是 她是客手附道的 为什么说客手附道 她其实从小的童子宫非常地好 她画画画得非常棒 而且她在初阁以前 临摸过所有的宋元的绘画 但是她成为人气以后 她的副家 人家都不知道她会画画 那为什么她又流明了呢 是因为有一次一个突发事件 他们元宵节要挂灯笼 挂灯笼呢 灯笼上灯带不是都有图绘吗 底下的仆人惊惊惊地说 哎呀 其中有一个灯笼忘了画 怎么办 怎么办 现在马要挂出去了 没有人会画呀 怎么办 找不到人 然后这个夫人就出来说 这有什么急的呢 然后她就把这个灯笼就画起来了 所以说她这个就勤勉妇道 绝不入一 她说这个怎么是女人干的事呢 画画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很好玩 它是突发事件里面 人家才知道原来画这么好 她这个画应该是藏在北京故宫的 我这个图片是下载的比较那个 为了说明 其实古代女性其实有各个方面 她各种人的世界观都会有不同 她的处事的生存的方式都不一样 她艺术创作的方式也不一样 我是想说明这一点 这个就是女丈夫一类的人物 她是叫做王端树 她和黄元介都是鲤鱼的朋友 她应该是亲戴婉明了 她入侵没有多少年 她是王思论的一个次女 其实她的姐姐也是个财女 非常厉害 关于她的绘画 目前来看只有这么一幅 是北京故宫的 她是所谓的女友世行里面的一个典型 具有男子般的才华 非常非常厉害 她也能发布证件 而且当时顺子皇帝想请她到宫里面 给她的公主嫔妃们做贵属丝 被她婉言谢绝了 然后她就跟她的先生一起隐居起来 做一个寺外桃园里面的快乐公民 这个就是刚刚跟她一样的那个 跟李渔也是朋友的这么一个 这个人非常的厉害 她跟柳卢氏也是闺蜜 这些我们就看一下吧 她的作品都是 就这一幅是上海博物馆藏的 那这个都是在北京故宫藏的 没有几幅 这一幅山水是跟柳卢氏的那个 月地烟波图是表在一起的 这么一幅 这是金剑 金剑上面画的山水 以前其实女画家里面画山水 画得好的不多 这是少数的几个 几个画得比较精彩的 他们黄云界比较有意思 她的 因为她的丈夫当时她们的家道已经 黄云界的家道也已经很弱了 虽然是名流 但是已经不行了 经济已经不行了 她的丈夫更加不行 但是她们是儿女亲 她们接到儿女亲 然后曾经黄云界的父亲想退婚 就是这家这么不行 你就算了吧 黄云界她不愿意 她还是等她的先生回来 当时她的先生还不在老家 她好像还等了几年 等回来了 等回来了 但是很穷 然后黄云界她就靠她自己的才能 她卖画 然后做贵属师 这个其实在当时是非常越界的一种行为 但是当时社会上也就默认了 因为当时明末清楚肯定也有转乱 本身黄云界这个人好像被清兵还抓过去过 这个要是铺开来讲就很多很多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 她用她的能力养家糊口了 她是比较早的一位女性的这么一位 可以卖画的这么一位裁员 非常厉害 我本人也很佩服她 这个是我们这次展览来过的 刚刚我跟你们邓管交流了一下 她这个会在媒体见面会的时候 会讲得多一点 所以我这边我就保留了 我就让她讲 那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陈鸿寿的一位四季 画得非常非常的棒 这幅画是一套彻页 一共有八开 这个画现在藏在苏州博物馆 它的这个 我们现在根本 其实一上来是根本不知道它名字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郭灵 郭灵其实就是那个陈蔓生 是陈蔓生的一个木刻 他写到了这个人的叫吴敬曼 又什么名漫华 又什么是看到他的提拔 如果没有这个画 那这么一位有才华的这位士女 我们就根本不知道她 她是哪来的 就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她 她确实是留下来了 而且画得非常的棒 但是其实我们看了她的印章 她其实不姓吴 是姓胡 上面有看到这方印章 是胡四两个字 是古月胡 所以这个姑娘应该是 是扬州的一个姑娘 是陈老年当时可能快明末 大概1663年的时候 她很失忆嘛 官场肯定不行了 她北京回来 她要回到她的老家是邵姓 她可能想到杭州去发展 然后她就路过扬州 在扬州的时候 她遇到了这位叫曼华 或者华曼的这位小姑娘 然后马上就把她收下来了 然后就跟着承宫 说这个小姑娘肯定是非常的灵气 这个画得这么好 一下子就出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画面 这个是应该这次来的 因为我们南京博物院她的作品非常的多 其中这一幅也是她的一个代表作 是周苏喜的这么一幅作品 其实周苏喜她是家里面的老爱 她还有一个姐姐 这个就是她跟她姐姐一起画的 画的一幅画 是临摩的其实就是文处的那个 那个草本的那个 她画了文处画了一套 很多张的 她们其中有这么一幅 现在藏在我们南博 姐妹两个 周苏喜呢 好像据北京故宫有个李氏 李氏老师她专门做 也是做女性研究的 她考证出来说 这个周苏喜是活到八多岁 所以她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 但是她的姐姐叫周苏姑呢 她就成婚以后 这个历史上她们偷 她的丈夫叫什么 嫁给谁都有 她的姐姐嫁到傅家去以后呢 就好像也跟那个 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傅道坤一样了 她就专门守傅道 然后长中贵 然后处理家务 所以她姐姐的绘画作品 非常非常珍贵 就这么一幅 她们姐妹两个联合的落款了 所以说在这儿也是 我要多说几句 那这个也是周苏喜画的一套彻页 一共有六开 她的这幅画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艳 她画的蝴蝶 她画的蝴蝶好像就是融融的 就是真的蝴蝶一样 一个女画家的那个表现能力这么强 真的是很少很少见的 而且她的颜色的搭配 她的绿叶颜色的熏染都不一样 每一片叶子 向背和前后 它层次非常的多 非常的好 但是这套 因为还是受限嘛 没有来 这次当时在温婉展览里面 是非常网红的一件作品 看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觉得画的真的是太精彩了 好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绘画世家 这么一个裁员叫马全 马全是当时非常非常的有名 因为她祖生三代都是画家 她的爷爷叫马梅 马梅应该是一个 明末一个像是画院里面这么一个人 她擅长什么呢 擅长那个卢燕 卢燕画我们男就不愿 还有她的藏品 她的爸爸 我 马元玉非常厉害 她的哥哥都是画的 是应该是长州画派的一个 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主流 马元玉还曾经是 英寿平的学生 青寿弟子 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们看 马全的作品有长州画派的特点 这个是无锡馆的一幅藏品 也是非常的棒 她的画 就是女性的绘画 她没有任何的成见 这个画可以这样画 是男性画家 其实是不会这样画的 她的画还富有戏剧性 我觉得真的是 她应该是女性画家里面 才能非常突出的这么一位 我们还选了一张天津馆的这么一个图片 也许我们南博这个画不是最好 但是南博的画已经是一级品了 它可以一级品的话 就可以应该是平等 平等地在美苏史上占位的这么一个品级 所以说这个画是 她的技能是非常高超的 因为她还曾经做过蒋亭系 蒋亭系大家都知道 蒋亭系的女儿叫蒋苏 那马全就是蒋苏的贵属师 曾经是她画画的老师 而且马全当时她北京待了一段以后 她可能爸爸也回来了 跟她爸爸一起回来 她就回到老家 老家有很多贵秀跟她学画画 所以说她是当时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位女画家 这个画应该也没有来吧 这次 应该隐兵都没有来 那稍微说一下吧 她是长州画派里面 应该是最佳的女性 就是她传承宇南田她们祖上画法 女画家有很多 孕青 孕淮英 孕淮西 孕淮欧都画得非常棒 那我认为允兵是画得最好的 所以她现在这种画法 你看 这种完全是宋人的画法 所以说好多人把它跟马全 马全相比 她认为她跟马全是江南的双臂 因为都是长州画派 非常棒 这张是我们南博的长品 这张是浙博的长品 看她的绘画的分貌其实很多 这个是她的孙女叫毛舟 毛舟画得非常棒 毛舟的一张作品 这是五锡馆的一张长品 毛舟的作品我们南博也有 我希望以后还能做《众旅行》 她第二期的时候再来换一批展品 这个就是我选的不是来的那一幅作品 它来的是一幅《青丽山水》 是临摹的文真明的一幅画 这个是院里面另外一套四季平条画 顾慧 顾慧是青中区偏晚一些的私人画家应该是 她叫顾婉芬 她还有个号叫墨庄 也是从小就是生长在一个书画世家里面 教养非常地好 她的外祖父应该是个大画家 叫仔云平 然后她的家里面呢 收藏很多名画 所以她从小而鲁木兰 所以画的画非常地轻松 什么都会画 猫 喜鹊 仙鹤 她都会画 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裁员 她的丈夫叫毛庆善 是跟她同乡 夫妻两个生活非常和谐 感情也非常地好 当时的人以为他们是神仙眷侣 所以一般就是婚后生活好的 像马全啊什么 应该都是生活比较幸福的 他们的创作就持续得比较长 然后呢 那作品也比较多 而且她可以有成熟期 可能我们看到董萧文 因为董萧文去世得很早 那她十五岁的时候画的东西肯定跟六十岁时候画的东西肯定不会一样 但是她过早地去世了 那就再也没有以后了 这张画我们应该在《财源集》里面的 这是一张刺绣 刺绣 它是曹真秀的一个作品 曹真秀原来是安徽人 自墨秦 他自己有个书斋 名字叫做《血运轩》 他年幼的时候跟着他的父亲 等于说是到苏州来定居了 然后呢 嫁给了苏州一个大才子叫王启孙 这个王启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当地 非常著名的一个苏州当地 非常著名的书法家 在苏州当地当时的那个出名的话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她的丈夫对她的那个书画鼓励比较大 这个呢 其实是他们夫妻合璧的 写的一个苏东坡的后赤壁妇 他是写那个写的是楷书 她还会画墨美等等这些 但是这个藏品我们院里面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 因为刺秀是古代贵秀的一个家传的教养 上面我们看的庭院生生里面 我不是庭院生生 我不是庭院生生 是那个纺织四女图里面有一个女孩子 从小就要学的这么一门手艺 其实是叫女工 这个曹真秀的这部作品我觉得非常的棒 其实应该是她画了以后再进行刺秀的这么一个绘秀一体一幅作品 画面是非常的淡雅 宜人 鲜花的姿态也非常的浓昧 浓昧里面又藏着声器 挺挺向上 她是用枪针法 枪针法是那个苏绣里面一个技法吧 绣子出了一幅完美的画面 非常的淡雅 很文人气 这个画应该这次没有来吧 但是她也是古代《大家闺秀》里面比较常见的 就是她的姐妹兄弟都从小一起都能写诗 都能作画 这种很多 这是《张门才女》里面的第二代 第二代里面四个姐妹都会画画 这是其中之一 这又是另外一位 这是姐姐 这个书法是来的 讲这个是为了这个 这个是张冠英的作品 张冠英就是《张门才女》里面的 应该是三姐 这个是 这个是 妈妈叫张完英 她们的妈妈张完英是 张冠英的妹妹 这样 这个是她们 这个是对 这个是四个才女里面 就姓王 她们嫁给了王渊奇的五四孙叫王耀 王耀是她们的爸爸 王渊奇清初的那个四王里面很有名的 所以也是个四家等于说 这是其中一位 她就是跟着张冠英学书法的 她们这种传承就在家族里面传承了 就像那个云南田一样 那个长州画派其实一大部分都是她们 她们家族里面的子弟在传承 那这个同样也是 《左四三才女》里面我写《西原的几幅》 这是我们南博的藏品 这个是 这个是其他馆的藏品 这是这个藏品应该来的 这个是左四玄的书法作品 她曾经也跟这个张冠英 因为是同乡嘛 她也跟他学过 学过书法 所以说张冠英其实在当时 她的那个书法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我在展厅里看到了非常大的尺幅 这个Tommy 这个女画家 她的信息很少 信息量非常少 我们只知道她是南通的一个职业女画家 画得非常地棒 你像画这么大赤幅的 应该是画中堂的这么一个尺幅 所以说她是职业女画家 但是其他的就没有任何的信息了 但是我们觉得她画得非常地棒 一般画墨竹我们都会想到是文童 都是文童的后裔 土子土生 隔代粉丝也好 其实真是这样 但是她跟文童都不一样 她有补锦 而且她画的竹子不是像文童那样的那种 那种大的竹子 它是虫竹 它是像凤尾竹一样的 细细的 柔柔的 密密的这样子 就是特别看得像女性画的这样 很舒服 是扬州的一个画家 然后她的灵星的记录 就在《卢高县志》和《扬州画访录》里面 有几个字 就叫汤蜜 汤蜜清代 清代中晚期一个画家 字录林 号各宗人 就这么几个字 但她的资料如果那个的话 还要有待于古籍 古籍的开发 古籍的研究这样跟上 好 这张是 这次来都看 这个尺幅也比较大的 我们把它称作复昌复随 这个上面的提拔是她的丈夫提的吧 她的丈夫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 这个是女画家徐湘文的作品 她叫《徐宝专》 她画了一幅 其实也是个美女图 跟费旦旭的美女图有点类似 为什么说富山富水 因为她的丈夫是职业画家 而且是某个大官吏的一个代表 应该是 但是她们年代比较晚了 好的 接下来 这次也应该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例作 是等于说相主是个女性 然后画相主的是松林女史 是陆诞龙也是个女性 然后为她提拔的是一个比较年长的女性 已经叫丁树七十多岁了 然后她后面有二十多个当时一流文人的提拔 其中里面有一位叫汪亮 汪亮可见当时是多么有名 她是跟当时的名流那些文人默克 是平起平坐的在这个里面 那这幅画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 台湾有个马文芳女士她写过一篇论文 就是专门这个相册就写了一篇大概有三万字的论文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这个孙云凤说一下吧 她是原媒大家都知道的 隋缘女弟子 隋缘女弟子 有很多大概最著名的有十二个 她是其中之一 但是她不像前面我们讲的几位比较幸运 她的丈夫非常嫌弃就是女孩子写诗画画 就是到后来就实在没有办法就把它给修掉了 她只能回到老家 跟她的那些姐妹们继续从事艺术创作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当当时好多社会的舆论 社会的那种空间其实还是蛮严苛的 就是过了晚明清初以后慢慢又回过去了 是这么一个状况 古代女性的才艺特点 那我们就快一点浏览一下吧 就讲到其实名媒跟名记其实是有不一样的 名记是另外一种生活 他们最尴尬的就是 他们的命运是不能完全自己掌控 名媒又是另外一种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空间 她是向心式的生活 她的分工是子于其家 通过班照的女界 女性的定位就是向内的 在个性外表和行为上 她们都应该是内联的 就是到了晚明清初她才慢慢地有所松动 在之前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女性没有被记录呢 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空间也好 社会的那些政治背景也好 就这样对女性的艺术创作其实是很不利的 那我们就要说到一位前的女子 就刚刚提了一下的叫管道生 管道生 这个几个完完之德万古寺是千古明元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她的丈夫赵门府说的 张门府当时是属于元代 因为他是元代的宗室嘛 但是他元代的宗室 其实他也蛮背负压力的 但是他做得非常棒 后来做到可能是副总理这么级别的这么一个管理 而且家里面管道生的教养非常好 他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都会画画 而且都画得一流啊 当时真的是不容易 这个是她唯一 据说是唯一可靠的这么一幅作品 也是为一位女士画的 叫苏琼 中基为苏琼画 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这张就是我们来的一张 比较一流的藏品 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观音的这些 这些头发都是用她的头发绣上去的 所以称作发绣 刺绣作为手工巧艺 虽然以书画的范畴之外 但是绣会一体 古代贵秀女工之霞作画 其实是一种常识 刺绣作品 基本可以反映作者的艺术分貌 有人说 凡秀欲须画乃赤之故画秀二公共其职也 古代女工刺绣就是贵秀的家传教养 我们看到了包容 看到了一种包容 包容在女性宗教奋献中的复杂的一种含义 台北故宫 这张在北京故宫藏着丑音的女儿 为她父亲代彼 第一位 女性为父亲代彼 这个是我们这次来的《明记》 它也是跟柳卢寺一样《明记》中的《明记》 那些文人莫克把它称作《识能才女》 什么识能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什么都会 尤其是它可以种马奔驰 然后它可以叫一个小丫鬟站在那 一颗担子放在头上 它把担子打过去 那个小丫鬟头上的那个担子没了 但是那个小丫鬟魂蓝不值 所以它有这个技能 为什么有这种技能 其实它是社会底层来的 它从小应该在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马戏团带过 它还会走钢丝 就是它什么都会 它是非常聪明的 它后来又会做事 这是它画的画呀 这幅画其实很难拿出来的 这张画真的非常地精彩 那个字 这全台的作品画得太精彩了 你种马奔驰 其实好多男孩子都不行啊 然后它非常地娴熟 这个就是《花卉女宗》 文处的 就是文真明的玄生女 第四代 文冲俭的女儿 那文处的绅士一般大家都知道的 她是晚名无中最才的女 家世赫赫 她的父家也是宋氏的后裔 那婆婆呢 是书画家陆清子的女儿 陆清子 陆清子是陆思道 陆思道是文真明的学生 所以说她们两家肯定一直是有四交的 这样 然后文处的丈夫叫赵灵君 少儿授业 什么叫少儿授业 她就是从小住在他们赵家混着的 就是跟着他们父辈学习的 所以应该是跟文处是属于青梅竹嘛 这么一对 夫妻两个应该比较和谐 那么我这个一段话 其实是我发在那个微信上面 微信朋友圈里面的一段话 我就说 因为古代女性她这个创作 文处她 你要叫她画善面 她必须要两面都画 但是呢这一幅画呢很奇怪 就画了一面 然后画了一面 后面呢 后面被那个 应该是乾隆的儿子吧 然后提的秘密麻麻的字 秘密麻麻的字呢 我就说你们有本事把这个经历 把它考证出来 怎么会流到清空去的 因为这个是当时比较 也是贵宿当中比较忌讳的 他们不愿意他们的画 给陌生人看到 他就你在家族里面传啊 或者亲友里面传 他是可以的 但是流到外面去他是不愿意的 所以他一般画 上面都要把两面都画满 省得别人那种臭男人来提拔写字 这样 这也是文处的画 所以文处的画 我其实写文处写了好多 用这种口语真的是不太好讲 他所受的教养跟他从小看到的那些经典 然后成就了他 他的绘画的一种状态 他的这种状态呢 你看他的画面很简单 他也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他就是另外有一种风韵 就是好多男性笔墨之外的一种 我们说是一种补偿吧 这种画特别地静 特别地干净 这样 所以最后我用了管道生的一句话结束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艺术 能走到历史的前台真的太难了 其实还是有特别特别有才华 所以你才会出来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曹清女士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获益良多 多谢曹清女士精彩的分享 令我们获益良多 香港菜马会呈现系列 众女尋他 南京博物院床 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展 验证在一楼专题展览馆 一二及聚言厅举行 展期会去到明年的2月27日 观众记得要把握时机 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的展览 多谢各位观众支持今天的讲座 接下来在1月14日 星期六的下午3点至5点 香港文化博物馆将会有 另外一个讲座 是由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 是主任刘荣聪教授主讲的 题目是《性别视觉下暖老一例》 《清代男女不下的汤婆子》 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亲身来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出席 万物错过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再见